上期说到超出地球升高的大boss华仙属于最弱的 那么你不知道的是华仙的第二形态 拥有巨大如山般的体型 一个手臂的长度就在一百米左右 一杀进 泰山压顶 一跃而起之后 巨大的屁股瞬间朝着阿修罗狂压而来 虽然他的屁股之大一波顿不下 看似强大无比 但依然掩饰不了他是小趴菜的事实 最大boss第二名 转轮王 转轮王游轮旋转引导微服一切 名为转轮王 是由浙家月罗王 浙家瓦丁王 浙家月王 转轮圣王 轮王 真法之王合体而成 手持轮宝而降服四方飞行空中 被称之为飞行皇帝 与阿修罗的一战之中 转轮王被阿修罗一拳直击天灵盖 从而被带进转轮王的自创世界 身处这样的世界 转轮王就是此空间最强大的神 与阿修罗大战数千回合都不在话下 最大boss第一名 如来 如来精神有着六丈之高 在诸多法相中能够施展最强防御和攻击 在天尊级别高手中也非常罕见 而丈六只是如来最小的法相 其精神可以随心变化 可以说只要如来想 一个精神就可占据全宇宙 一个巴掌就可压得齐天大圣 喘不过气 如来只要一出手 基本上所有的事情就能彻底解决 从电影的开始到结尾 如来自始至终也就只用了手掌攻击 那么至于如来究竟会其他的攻击方式吗 小伙伴们可以在评论区讨论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关注男神加点赞 带你观看更多精彩内容